小儿咳嗽如何预防? 拍阅历,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,儿科,主任医师 咳嗽的预防呢,涉及多方面,因为呢,儿童时期的咳嗽,都是因为呼吸道疾病所引起来的,其中感冒首当其冲,因此积极的防治感冒,对预防咳嗽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预防感冒,也是要涉及到儿童生活的多个方面,特别是呢,这个穿衣,饮食,居住,以及呢,活动等 那么,这时候就要求家长要及时的为孩子增减衣备,同时呢,要合理饮食 房间的空气呢,要保持通风,那么还要呢,增加适当的户外活动 特别是在这个秋冬季节,感冒容易,这个流行的时期 更要注重孩子的衣食住行,同时呢,给予这个必要的预防 这是呼吸道流行季节,我们北方都是这个冬春季节 那么这个时候呢,要提醒孩子减少公共场合的出入 出入公共场合,或者是外出时,要主动的佩戴口罩 而且呢,要教育孩子,不能随地吐痰,以减少感染的途径 这些呢,都是对感冒的一个预防,预防了感冒,对这个减少咳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专家提示,预防小儿咳嗽经积极防治感冒 因此在秋冬季感冒易流行的时机,应注重孩子的衣食住行 同时提醒孩子减少公共场合的出入 出入公共场合或外出时,也应主动佩戴口罩 且要教育孩子不能随地吐痰,以减少感染途径